你知道吗 很多疾病的企业是不吃早餐 不吃早餐的话呢 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第一个 它容易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权威》的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 在追踪6000多名外国人 20多年不吃早餐的情况之后呢 他发现不吃早餐的人 跟吃早餐的朋友相比的话呢 他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高达87% 如果我们不吃早餐的话呢 经过了一夜的一个睡眠 没有能量的摄入 那么第二天呢 就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 人呢就容易出现这种心慌 手抖 出冷汗 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 还容易增加这个肾脏疾病发生的风险 那么我们在医学杂志上面呢 有一项研究显示 每周如果超过三天不吃早餐的话呢 那么出现蛋白尿的一个几率呢 会提升 那么蛋白尿呢 是我们肾脏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么不吃早餐呢 也容易使到我们容易患这个胃溃疡 因为这个长期的不进食的话呢 我们这整个胃呢 处于一个排空状态 但是呢 我们这个消化酶呢 它在不断的分泌 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胃的粘膜 从而呢 引起这个胃溃疡 那么还有呢 就胆穴时的患者 它大多数都是饮食不规律的 尤其是不吃早餐 因为胆固醇 它沉积在这个胆栏里面 久而久之呢 就容易形成这个胆固醇的结晶 会出现结石的一个发生 那么还有研究表明 不吃早餐的人 其实他得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几率 会更高 因为呢 这个不吃早餐的话呢 容易引起这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增加 所以呢 不吃早餐 它的危害是非常多的 感谢观看